就是这讨厌的本命关系 让我无法回归天国 我要你解除这段本命关系 桑桑不仅是我的本命 它根本就是我的命 那等于要了我的命 宁缺虽然想象过很多次 他和桑桑再次重重的画面 不料再次相见 曾经那个黑兽的桑桑 已经变成眼前这个美丽的白衣少女 但现在宁缺是凡人 然而他却成了浩天 他和他之间有了天与地的遥远距离 这种距离便是天人相隔 对于这场天人之间的战争来说 书院虽然推算出了各种细节 但是却没有算到 浩天与人类的层级相差太大 大到就算两者之间是本命关系 也是无法完全地进行控制 所以宁缺并没有成功控制桑桑 反而是出乎了宁缺的意料 桑桑要的是让他彻底地臣服 宁缺明白 这种臣服就是要他彻底地解除本命关系 哪怕会被我杀死 你也不愿意臣服你 事实上我不认为你会杀我 所以我才有了站在你面前的武器 我为什么不会杀了你 因为你是我的本命 我死 你也会死 天女永远不会死 但是会被喜爱 一个新生的天女 还会是原来的天女吗 只要是生命 都不愿意去死 此时的桑桑虽然是浩天 但是他也要服从浩天世界的规则 自己是无法斩断这段陈缘 所以他便希望由宁缺来做 然而宁缺想要的却是 两个独立生命同等的存在 跟我回独仇 我们会老笔斋 跟我一起回去过日子 所有的人都该臣服于我 我不接受 因为你是我的女人 早餐热还怕那一半 你就已经把自己虚给了你 桑桑闻言 神情没有任何的变化 这种亵渎让他燃起了强烈的愤怒 宁缺感觉到一股强大的神威 降落到了他的身上 就连他体内的气海雪山 也被瞬间锁死 顿时失去了他所有的力量 身躯也不受控制地 渐渐离开地面 桑桑的神力化作 树道细微的利刃 开始翩翩地割裂他的肌肤 他要让宁缺受到凌迟的痛苦 虽然他不能将他杀死 但是却能让他受到无尽的折磨 从而沉浮于他 这神力把我成交弯过 我这红闻放弃 只要我还活着 我就还不停地想你 总犯 宁缺从小到大受过很多的伤 但他从未感受过 如此清晰而又恐怖的痛苦 宁缺的尸海中 一道充斥威严的声音 在不停地回响 有着非常清晰的意志体现 那就是让他沉浮 好在书院计划还没有彻底的失败 只要宁缺还活着 这场天人交战便陷入了胶着的状态 此时的宁缺 虽然已经是遍体鳞伤 但是依然没忘掉口海 我会想你钻进我的热备窝 好想把你抱紧我的怀 你本来就是我的女人 反正你不敢杀我 我死了 你连寡妇都当不了 你确实成功激起了 一道无形的神力 从宁缺的当里飘过 他顿感大腿间传来了一丝良意 知道是他 引以为傲的钻天工具已经没有了 顿时让他感觉一切所然无畏 痛苦地在地上哀嚎 不久便昏了过去 然而夜红鱼这边 就在他得知当年侵犯他的人 正是掌教雄出墨之时 于是他下定决心 要去杀掉雄出墨叛递道门 那件事是你做的 书院后山一战 鱼连本可以杀死 却放了 因为他知道 一旦我知道真相 必然会杀了你 用你一个废用 换来道门的分裂 不愧是二十三年差 奇料到了此时 雄出墨依然是拒不承认 还想将罪名嫁祸给书院 我自知 今日难逃一死 你应该明白这一切都是书院的阴谋 他们就是要分裂西陵 你千万要守出你的道心 无耻 你也配替道心二死 来着 夜红鱼愤怒的一箭顺描 在场的所有西陵神威 此时的雄出墨 已经被宁缺废掉了天气 所以他并未做出反抗 反而放下了金杖准备受死 玩起了心理战术 但是他却是低估了夜红鱼的仇恨之 就在长剑就要划破他的动脉之时 一夜天书从天而降 打落了夜红鱼手中的长剑